好 昨天呢我们的节目中刚刚说到皮特尔前期 安妮斯顿与昔日的好友科特尼近20年的友谊一招闹白 嗯 那24小时还不到安妮斯顿的新闻又铺天盖地的传来了 忙着为新片在英国做宣传的他 不仅传闻惹上官司 而且险些撞上情敌 最近不宜出门啊 作为电影冒牌家庭的女主角 展示和安妮斯顿的亮相 让逆迷们陷入疯狂 伸着碎化连衣群的安妮斯顿与显然沉浸于新片上映的惺喜之中 如果你觉得眼前的安妮斯顿的少女装漫令你眼前一亮的话 那在新片冒牌家庭中 她所饰演的五娘一角绝对能亮加你的双眼 别看状态不错 安妮斯顿最近可是麻烦事缠身 刚爆出和老友记中的莫妮卡的半年者 也就是多年的老友科特尼脑白 又深陷于官司的纠纷 原因在于安妮斯顿布满家中露台的装修 迟迟拖欠了装潢公司27万人民币的尾款未支付 随即对方一直诉状将其告上法院 与此同时 安妮斯顿此次在英国卫星片宣传时 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那就是原本和秦比利安吉德纳 主力乘坐的是同一个航班的飞机 要知道当年正是因为主力 安妮斯顿才会和布拉德皮特走到离婚的地步 为了避免秦敌见面的尴尬 安妮斯顿特意换了下一个航班飞往英国 虽然为此晚抵达了几个小时 但不论是官司 还是和秦敌的险些见面 似乎都影响不了安妮斯顿的好心情啊 与对新天里 安妮斯顿最近事儿挺多啊 英国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